爸 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呀 我现在得赶紧赶回医院的梅亚三 那我真的不放心 这事怎么回事 这个确实是我 向梅亚就过了 没提前告诉你 这事是我办的个愿不妥当 但是我真没想到 薇薇会把这个发动往里面去 反正我跟梅亚 结婚还是早晚的事 对吧 也不能和林梅亚在一起 为什么呀 你明明之前已经说好了 同意我们俩在一起 怎么现在突然又反悔了呢 昨天我想了一夜 我觉得还是应该告诉你 告诉我什么 林梅亚 是你的妹妹 所以你们不能在一起 你不能在一起 你逗了 就算你不想让我跟梅亚在一起 你也不用编这么一个 拙劣的借口吗 我又不是三岁的小孩 你可真行 梅亚 坐下 爸爸让你坐下 爸爸让你坐下 林梅亚 我和杜晓月的亲生女儿 是我和杜晓月的亲生女儿 她还有一个同胞姐姐 叫杜若南 她们俩与你 是同父异母 你 所以你们不能在一起 你听明白了吗 二十年前 我和林梅亚的母亲是情侣 原本是结婚的 后来公司出现了难以解决的危机 为了不让自己 一手创办的心血垮掉 为了自己的野心 为了借助齐家的财力 我狠心地抛弃了 雷米亚的母亲 装儿 娶了你的母亲 可我并不知道 当年小月离开我的时候 已经怀孕了 这都是林叔告诉你的吗 就是因为不同意 我跟梅亚在一起 所以你们一起 编造人类谎言 有证据吗 你们有证据吗 欧阳 小雅遗传了我的心脏病 小月无力医治 才把她留在福利院的 林志哥花了数年时间 才找到小雅 欧阳啊 我说的这一切 不是我编造的 你们在泰国的时候 你亲眼见到了杜若南 小雅也见到了她的母亲 对吧 你怎么来了 陪陪你啊 但我只知道哪家医院 不知道哪间病房 所以只好在这儿等你了 见到吗 见到吗 要不 我陪你在这儿待会儿 这些都是我一手造成的 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我妈要去找命啊 欧阳 你现在找她又有什么用 你想亲口对她说 这个残忍的真相吗 我答应林志哥 我告诉小雅真相 她是怕她受不了 好 现在林志哥昏迷了 还有可能醒不过来 你说你现在告诉她 你不是让她承受更大的打击吗 真的呀 老子 我老子 走 老子 可些人 不不得了 她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爸 小蕊啊 赵公关公司立刻安排一下 人格大媒体网站 一定要澄清林美娅和欧阳 结婚的事情并不舒适 一定要快 好的 爸 您放心吧 现在网上铺天盖地的 全是欧阳向林美娅求婚的照片 他们两个应该很快就结婚了 在想什么呢 你很在意吗 林美娅跟谁在一块儿 我一点都不在意 我也没有看网上那些乱七八糟的消息 如果说真的有什么介意的话 顶多也就是以后作为家人 见了面总归有些尴尬 好 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 我爸刚才给我打电话 让我找公关公司 把这件事情押下来 你永远不会和林美娅成为家人 来 现在距离鼓动大会越来越近了 等我卸任了董事会的职位 我们就可以立刻出发了 我已经在圣托里尼找好了教堂 爱情还在召唤我们 怎么办 怎么了 我是怕 怕你将来有一天会后悔 后悔什么呀 放弃董事会的职位 林美娅是我和杜晓月的亲生女儿 她还有一个同好姐姐 叫杜罗南 他们俩与你 是同父异母 你听明白了吗 有一位很有遇见 гол黄� 原来 你 我答应林之国 我告诉小雅真相 她是怕她受不了 现在林之国昏迷了 还有可能醒不过来 你说你现在告诉她 你不是让她承受更大的打击吗